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up曲线阵列插战的使用 其中重点是阵列距离的设置 难点是方向键控制对象对积的方法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up曲线阵列插件的使用 首先打开Skychup 将图中的人物进行删除 切换到相机平行投影 在视图中绘制一条弧线 再切换回透视图显示 在下方绘制一个矩形 双击创建群组 双击进入组内选择推拉工具 向上推拉一个高度 随后移动长方体的位置 配合旋转工具进行旋转 捕捉到无形点上 单击曲线阵列命令 单击第一个物体 单击第二个物体 完成曲线阵列 使用方向键 可以控制矩形的位置 再一次进行单击 再一次使用直线工具 在旁边进行绘制 期划为平行投影 期划为平行投影之后 所画的物体全部是正式于顶式出口 选择手绘线 随意的绘制线段 再期划为透视图 在下方绘制一个矩形 右键选择创建群组 选择推拉工具 向上进行推拉 选择移动工具 移动到直线上方 再选择旋转工具 进行位置的旋转 单击曲线阵列命令 单击第一物体 单击第二个物体 选择方向键 控制方向 再次单击 完成曲线阵列的绘制 在右侧 再一次进行绘制 绘制一个矩形 使用直线工具 分割矩形面 再配合圆弧工具 将边进行倒角 捕捉到终点 向外侧进行拖转 使用橡皮擦工具 将多余的线段 进行删除 将中间的线段 也进行删除 切换为透视图 选择透视显示 在旁边 绘制一个圆形 双击右键 创建群组 双击进入组内 选择推拉工具 向上进行推拉 使用缩放工具 对它的位置 进行一个缩放 曲线阵列命令 通常用于绘制一些栏杆 以及阵列的数目等等 向上进行推拉 再一次使用缩放工具 向外进行缩放 再一次进行推拉 使用移动工具 向旁边进行移动 再一次单击曲线阵列 单击第一个物体 单击第二个物体 使用方向键 可以控制物体方向 确定完成之后 再一次单击 完成曲线阵列的绘制 在旁边 再一次进行 矩形的绘制 向上方推拉一个高度 将多余的面进行伸出 留下立面的一个长方体 在右下角 绘制一个矩形 双击右键 创建群组 将矩形进行移动 随后 双击进入组内 选择推拉工具向外进行推拉 再使用直线工具 绘制辅助线段 使用橡皮擦 删除多余的线段 再一次向外进行推拉 向内进行一下缩放 再一次进行推拉 向外进行缩放 再一次进行推拉 随后进行位置的移动 移动到矩形边上 单击曲线阵列命令 单击第一个物体 单击第二个物体 使用方向键 控制物体的方向 完成之后 单击确定 旋转物体 观察一下 阵列的效果 键盘上的上下左右 方向键 也是控制阵列 方向的重要要点之一 使用材质工具 为模型 添加一个材质 接下来 会通过一个小的案例 来为大家讲解 阵列距离的设置 选择原弧工具 在场景中 绘制一个圆弧 绘制一个圆形 双击右键 创建群组 选择推拉工具 向上进行一下推拉 随后进行位置的移动 单击阵列命令 单击第一点 单击第二个物体 我们在右下方 输入间距 输入150 可以查看效果 输入350 再次输入450 选择 线段的端 再配合旋转工具 进行精确的旋转操作 单击曲线阵列 单击第一个物体 单击第二个物体 在右下方的间距 输入300 再输入500 观察查看效果 输入800 输入1500 数值越大 间距越长 好了 我们本节课程 就讲解完成 我们下节课再见